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都取得了伟大成就 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正以飞跃的步伐向前迈进 解放前 乌鲁木齐破破烂烂 今天 城市的面貌完全改变了 建筑面积比1949年增长了三倍半 建起了许多工厂 新修了几十条柏油马路 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一座 有五十万人口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新疆麦盖提县宏 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边缘 过去 这里风大 沙多 土地不平 严谨严重 穷空荒凉 社员们艰苦奋斗 经过几年的努力 平整了土地 清修了水利 营造了防护林带 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公社培养了自己的农业技术源 从1958年以后 红旗公社一直保持万亩棉田平均亩产百金皮棉的记录 粮食也年年稳定增产 公社有了自己的拖拉基站 红旗公社成了全国的农业先进单位 十几年来 新疆的畜牧业年年增产 国营龚乃斯种羊场 培育成的质量优良的新疆细毛羊 闻名全国 龚乃斯种羊场 推广的新疆细毛羊 已经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安家落户 十几年来 这个厂向国家交受了细羊毛二百多万斤 随着牧业生产的发展 牧民的生活不断提高 在物资交流会上 草原的牧民可以买到所需要的各种用品 新疆克拉玛伊的新油井正在钻探 石油工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用拖拉机牵引的方法 使井架整体搬家 一支多民族的石油工人队伍在这里成长起来 他们在大庆精神的鼓舞下 决心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石油 克拉玛伊 已经成了一座新型的石油城 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之一 新疆的古城喀什 已经建起了棉纺织印染厂 一批少数民族纺织工人 已经成长起来了 细沙生产组长阿娃耶耶 是生产能手 是又红又专的五号工人 各族工人亲密团结 互相帮助 为生产新高潮贡献力量 这个工厂有三万沙钉 一千二百台布机 和年产两千万米的印染设备 工厂的产品 不仅供应本地区各族人民的需要 还印销青海 甘肃 内蒙古 辽宁等地 随着新疆铁路事业的发展 第一代维吾尔族火车司机 也成长起来了 白笛海山 在旧社会是个穷苦的放羊娃 乌迈尔 阿玉甫 过去当长工 他们在党的培养和汉族工人的热情帮助下 刻苦学习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技术 成了火车副司机 第一代维吾尔族火车司机 为建设边疆 日夜奔驰在祖国大西北的铁路线上 新疆医学院 十多个民族的一千多学生在这里学习 党和政府给他们准备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各族青年满怀壮志 努力学习 决心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医务人员 1961年以来 已经有400多学生从这里毕业 他们在新疆各地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 新疆准嘎尔盆地 传来了丰收的喜讯 这里过去是万古荒原 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扬南尼湾的革命精神 向大自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 茫茫荒原 变成了祖国的粮仓 十几年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天山南北 开垫了一千多万亩土地 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农产品 深入咱们 开垫了一千多万亩土地 年全程共有数事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国家生产品 程 Act 整个 农产品 入